政治消息 民進黨中華官第一選區立委政教 拿名文宣百歐臣不斷 林業邦後定名 決定拆除這個法論行動提供 前往中華第一選區案例提供 證明自己的請報 正出民進黨第一選區 政教名單的立委參選人林業邦 來到第一選區案例控制 要來個共論部發行人以及林私民 林業邦標示 共論部補得內容不信 另外林私民以主簽黨員的方式 在共論部上面 他們一張檢基師 並且透過派部在選區裡面發送 這已經是我後的文選 真的是斷寫一通 什麼我在農會操代 然後有什麼我自己有什麼 多少的身價 然後裡面寫的非常多 根本就是與事實都是不符合的 裡面大概幾乎百分之百 全部都寫的都是錯的 呼籲這個選舉的時候 大家都以光明磊落的方法 去採揚自己的理念 不要假他人之手 然後以散佈不實文宣的方法 來散佈黑寒 把這樣子的以身釋法 那我們身為受害人也只能來這個地方法院提出告訴 這時當來選舉選選就打到這麼厲害 參選人不斷經常調開記者會 請出政界 上街民眾站台收聽手票 也在議題到風 目前第一選區 讓民進黨來為健康的選區 已經有任業幫 當進黨和當院當文兵三的人選擇參選 民進黨也將會在這三位選選黨中 選得一位來參選 為了要來選出民進黨的提名政交 林憲邦也無效依法律的方式 要來捍衛自己的情報 並且選出民進黨第一選區的立委政交提名 大眾的新聞 林北英 萬林 蔡宏博德